王凯和谭松韵的组合乍一看以为是老妇人的少妇 没想到细节发现温暖的甜食很漂亮 为了拍《向风而行》这部剧 王凯真的豁出去了 打破了不开口拍吻戏的规矩 网友们不约而同的有了同样的声音 王凯和谭松韵有可能发展成现实中的情侣吗 毕竟他们的接吻场面是真枪实弹 连一点水分都没有 在剧场里王凯拥抱谭松韵的寻找角度 两人笑了起来 正是开拍时 王凯非常上道的抱着谭松韵进了360度 角度不断变化 眼前的网友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是王凯张开的 不仅如此 两人还连续拍摄了四个接吻的场景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满脸通红 一个劲的甜甜着脸 王凯真亲近 从最初的接吻试探 到最后一把其进攻的虎狼之事 不得不说 真的很棒 如果演员们有这个表演的话 因为戏剧而出轨的CP们会数不胜数 高得不得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王凯的两个数字探亲吻镜头被删除 幸运的是 王凯自己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生活中 他其实和男主人公很像 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 一旦确定了某个目标 他就会尽力去完成它 我不喜欢托尼带水 不喜欢就不喜欢 有了王凯这句话 网友们纷纷表示 冷王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很明显 王凯在发布会上 暗指旁边的谭松韵 笑不出来的时候 会忍不住碰谭松韵的肩膀 最上面的是最清秀 沉默寡言的花絮 却又甜又让人心慌 在电影场里 王凯真的很同爱谭松韵 两个人挤在一起看回房 夜风很大 王凯冲着自己的风衣 绅士的为谭松韵折风 一次可能是偶然的 也可能是王凯绅士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 非常想进去 一天阳光明媚的午后 谭松韵站在太阳下看剧本 王凯站在旁边 稍微活动了一下身子 谭松韵请求王凯 不要动 遮住太阳 王凯也乖乖听话 真的没动 同样的小情侣行为 还有那不自觉的身体接触 王凯与谭松韵对戏对到笑场 两个人都会下意识的挨着对方 这自然的身体接触 在罗静与躺烟的身上看到过 更让人磕到上头的事 前面王凯已经有了挡太阳的行为了 没想到王凯晚上还站在谭松韵身边 绅士的挡起了风 一次遮阳可以说是意外 二次挡风绝对就有故事了吧 在谭松韵的个人采访中 记者询问谭松韵 有没有因喜生情的可能 谭松韵的回答是有 戏剧的时候 谭松韵又用撒娇的语气 给王凯配了台词 没想到谭松韵这个年纪 眼天天妹妹也绰绰有余 我们的王凯 在面对谭松韵的撒娇 是直接跪拜了 而王凯自己也跟着谭松韵 学硬和撒娇 虽然这个场景很甜蜜 但是把旁边的导演吓了一跳 吐槽这个操作太秀了 不能顺利进行吗 整个片场充满笑声 让王凯忍不住想笑 想笑又忍不住 冷角色的定位简直碎了 那么会是 与凯凯王的这个有可能吗 看两人在片场的种种表现 并非完全不可能啊 因为剧情新耀 王凯送给谭松韵礼物 为谭松韵亲手戴上项链 走戏的过程中 围在一旁的演员们都磕得起劲 当正片拍摄结束后 导演都喊咖了 围观的群众们还更来劲了 气候让王凯谭松韵现场亲一个 谭松韵特别羞涩 一动不动 凯凯王倒是很纳闷的 转了一圈观察 剧本里没有这差呀 那表情似乎在问 自己到底是该亲呀 还是不该亲呀 不得不说一句 这也太好课了吧 除了剧场也还是这么秀 在发布会上 王凯看着谭松韵亲自调理的酒 被人拿走 脸上就没有了笑容 男粉丝把谭松韵做的酒一饮而尽 大家和包括谭松韵在内的 所有人都激动的鼓掌 现场唯独凯看王背着手不斗 仅仅是礼貌的浅向 双手摸摸耳朵来缓解尴尬 王凯仿佛把自己的不开心 都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出来了 更加酸的是 看到谭松韵小跑上前 去接男粉丝手里的杯子 盖盖王的眼神锁定 目不转睛的盯着 当谭松韵接完杯子转过身后 王凯又立即偏过头去 下意识的也是自举的眼神 不让谭松韵发现 又在意又心虚 凯凯王的这些反应 都很有意思嘛 真不怪观众朋友们爱磕啊 欢喜冤家式的CP 可以说是影视剧 以及文学作品中 经久不衰的CP模式 男女主在出狱 通常都是 竟有一些误会或者偏见 而与对方阵风相对 冲突不断 然后又在点点滴滴的相处中 唬声情愫 形成默契 最后定情成为 欣赏旁人的 有情人 相逢而行中 谭松韵饰演的飞行员 程骁 与王凯饰演的 顾南亭 无一就是这样 经典的CP搭档 王凯饰演的机长 顾南亭 是一个平日里 对待自己与他人 都非常严苛 不苟言笑的 魔鬼飞行员 顾南亭始终把飞行安全放在第一位 比如陆航的雨刮器出了故障 顾南亭会坚持修好 刮雨器之后再起飞 在航班因旅客冲突延误 又遭遇耽误天气 顾南亭依然会坚守安全守则 顾南亭认真严谨 严于利己的态度 是对工作与乘客安全的负责 但对同事而言 就是不近人情 不懂变通 他坚守内心准则 并不能为他换来太多的尊重 反而成为同事眼中的魔鬼飞行员 在最新的剧情里 在例行抽查中 因为同事的着装问题 被他登记在侧 他被同事认为是打小报告 两人还爆发了言语冲突 相比起顾南亭的严苛严肃 谭松玉饰演的女飞行员 成效的性格则非常的外放 她飞行技术过硬 但形势不如顾南亭沉稳内敛 又不按常理出牌 在最新剧情里 他用因为两辆客机险些相撞 而采取了转向避险 遭到质疑 并且面临问询与调查 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两人 在一起共事 自然会产生很多矛盾冲突 成效开惯了火机 会在下雨天选择极限降落 而在安全第一的 顾南亭这里 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 作为成效的教员 他自然会教训成效 相信自己实力的成效也不甘示弱 两人针尖脉毛的摩擦是必然的 尽管欢喜冤家式的CP模式 看起来有些老套没有心意 但只要剧情精彩 演员演技撑起角色 那么观众也是能够欣然接受的 无疑王凯与谭松运就是这样的组合 王凯的扮想高达帅气 成文内敛 谭松运的娃娃脸娇小的身材 虽然略显质人 但是意外中和了王凯角色的严肃 两人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前期两人时常冲突不断 但经历了多次磨合之后 成效与顾南亭之间便形成了默契 最新剧情里 两人遭遇了一位带着孩子的孔妃母亲 小孩子想要进入驾驶室 被顾南亭以影响安全拒绝 而成效表示不能进去 但是可以看一眼 之后两人写纸条 鼓励孔妃母亲消除对方的恐惧 魔鬼飞行员顾南亭 共将自己的飞行帽 戴在小男孩的头上 配合着一起拍着 可见在无形中 顾南亭被成效感染 成效的温暖与善良 也让她有所触动 而喜爱喝可乐的成效 也因为顾南亭而转变了口味 爱情的开始 往往是动心起念间一顺的事 而长久的陪伴 是润无戏无声的孕染 CP坎从来不是 简单的外形上的男才女貌 而是你来我往中的情感流转 谭松云和王凯 两人很好地把成效与顾南亭之间 从对质到新生嫉妒的情感 把控的克制又到位 成效发现自己喜欢上顾南亭 于是发信息给顾南亭试探对方 这场戏谭松云把成效的忐忑 奥桑与期待等情绪都演绎得很到位 王凯则把顾南亭直栏的钢铁属性 演绎得丝丝入扣 成效看到顾南亭与力恒在一起时 谭松云把成效讽刺顾南亭 按车车吃飞醋的小心思表现得太可爱了 相比起工业堂金的刻意撒党 两人之间的相处真实有自在 没有表演痕迹 比如顾南亭在与母亲通话的过程中 顾母夸赞成效 顾南亭眉目一条 嘴角带笑 王凯把顾南亭的自豪与傲娇 以及眼中的爱意表现得太有意思了 尤其是顾母让顾南亭好好对成效 顾南亭一句我会的简直不要太甜 再比如事业不顺 想要轻声的乘客推扫成效 导致成效头部受到撞击 顾南亭不顾危险的冲进去 将成效爆出飞机的画面 太好刻了 顾南亭的紧张担忧 以及柔情等情绪 都在王凯的表情动作中 细意的表现出来了 还有顾南亭发现 成效就是自家的租客 帮成效修理电路时 成效直求的询问顾南亭 你觉得我怎么样时 王凯脸红到脖子上 手微微颤抖 紧张到说不上话来 王凯演出了在喜欢的人面前的紧张感 当然 这部剧的专业和严谨 也让向风而行看到了职场剧的希望 飞行员题材的电视剧有很多 但是向风而行 不管是人物服装 道具 以及剧中的专业术语 操作流程等都非常的真实细节 剧中其他演员的表现也非常精彩 有了精彩的剧情 演员扎实的演技 幕后团队精良的制作 向风而行 想不活 都难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